上期视频,芙兰飞越了疯人院 最后追出来的那个人不是医生 而是恋童癖 主角穿过了迷宫,爬过了下水道 而下水道的另一边在一片森林之中 为什么下水道不是在地底下 而是在地上呢? 这属于违章建筑吧 森林里面堆放着一堆废弃家具 在李氏这里,这里还有一个发光的骷髅 还会跑路 旁边的树上挂着钥匙 但是树上面缠绕着一些畸形生物 之所以被缠绕在这里 是因为头发太乱了 所以帮他们找梳子 树子被一只肮脏又自恋的老鼠偷走了 在这个森林里面会见到一些神奇的生物 而且还是真实存在的 比如这样的超级大蚂蚁和假虫猪 这玩意儿还真的长了个猪鼻子 当主角向蚂蚁询问起了自己的猫咪 蚂蚁告诉主角因为他们太饿 所以把猫咪吃掉了 搞毛啊,这直接就把主角给惹哭了 蚂蚁老头说给主角唱首歌 哄哄主角 唱个毛啊,给爷滚 但是他还是给主角想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把假虫猪杀掉吧 也许猫咪还没有被完全消化 这样蚂蚁老头也有肉吃了 我真的是想不通这是什么脑灰度 在旁边的木桩上可以找到一把斧头 但就算我们想砍这个猪儿虫 它也会跑路 所以蚂蚁老头又给主角想了一个办法 让主角去他家里找一些蚂蚁果 这就是蚂蚁大爷的家 床上面还挂着一些肉 看来真的很喜欢吃肉了 家里还有一个玩具房子 房子里住着一些松果精 我也不知道这是可爱还是丑萌 蚂蚁果就在这个地方 把它抢过来就可以了 把蚂蚁带回去喂这个猪儿虫 然后趁它偷吃的时候给它来一刀 这时我们会发现它肚子里没有猫咪 而是一只老鼠 这老鼠很感谢主角救了它 并告诉了主角它见过猫咪 但老鼠带主角过来找 却发现什么都没有了 实际上这里的理事件是一口井 不过老鼠在这里都是给了主角一把梳子 给老鼠梳个头 它一脸很爽的样子 这把梳子可以在之前那棵树上 给这些怪东西梳头 看这梅子微笑不就是梳个头吗 搞得这么猥琐干什么 然后这些东西就会变成捕铃捕铃的粉末 有了钥匙我们就可以进入井里面了 井上面这个小门最开始是没有的 是主角在蚂蚁家里自己找的一个门 就这个门是一段很长的楼梯 主角是来找猫咪的 却被一把推了出去 没想到主角醒过来的时候 居然是在一个温馨的家里面 常常挂着一副奇怪的画像 上面是一个拥有两个头的女孩 两个头带给你双倍的快乐 照片上的女孩怀里就抱着黑猫 但在李世界里 这里并不是一个温馨的家 就是一口枯井而已 按照我们正常人的思维来说 枯井才应该是现实世界啊 这种井底的小屋明显应该是想象出来的 最神奇的是 从房子二楼变成李世界的话 小女孩还会掉下来 房子其实是可爱又精致的 二楼可以放下梯子到达阁楼 阁楼的摇篮里躺了一个双头怪鹰 但似乎不是天生的 而是被缝合上去的 大铁笼子里面装的就是黑色猫咪 看到佛兰来了 猫咪非常开心 但是跟主角一对话 猫咪说之前指引佛兰的那个黑猫 和它不是同一个猫 让佛兰快去找到钥匙把它放出去 再次回到客厅的时候 发现餐桌上坐着一个双头连体女孩 双头女看到主角还问主角的头去哪了 看来在她的世界里 所有人都应该有两个头 这话一听我怎么感觉有点想歪了呢 但这个双头女明显不是普通人 因为她知道佛兰父母被杀害的事情 佛兰希望女孩放出猫咪 并且向女孩讲述了自己 到这个地方来的经历 双头女让主角帮她释放一个魔法 不然主角和猫咪都得死 行啊谁让我是个马猴烧酒呢 于是双头女给了主角一个配方 青蛙的心脏 处女的头颅 黑猫的毛和血 灰烬五角星 狐狸烧焦的尸体 用这些玩意儿来煮她 但仔细想想 黑猫的毛和血和处女的头颅 这几样东西不是要主角的命吗 双头女还告诉了主角一个重要信息 原来他们俩之间也是分开的两个人 但是却遇到了另一个人 诅咒她们才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所以双头女才将搞这么一个魔法 来对付她 那么接下来如何找到这些东西呢 回到厨房里 会看到一个身穿黑色礼服的骷髅 打开了窗户 但转眼又不见了 现在就可以到房子外面来 房子外面的树旁边 蹲了一个小哈哈 小哈哈告诉主角 不要相信双头女 作为一个蛤蟆 小哈哈本来可以游泳逃离这个地方 但是无论怎么游 都会再次回到这里 被永远地困在了这儿 如果主角听了双头女的话 下场跟她是一样的 小哈哈让主角可以对双头女 耍点小把戏 双头女所需要的这些魔法材料 真的很难找 但是我们可以在枯井里面 发现另一个配方 这个配方看样子 是用来对付双头女的 上面还需要一个施法对象的头发 也就是双头女的头发 那如何搞到她的头发呢 我们就把之前双头女 给我们的配方 拿到打字机上加一条 就是需要双头女的头发 那看上去这字体 根本就不对劲了 但这个方法 还就真的骗到了双头女 只不过万一这个头发 只是其中一个人都怎么办 按照这个新的配方 我们让双头女 待在厨房的五芒星法阵上 然后开始念金光的超度 双头女似乎发现了 我们念的内容不太对劲 但却为时已晚 她已经中了我的 巴拉拉小魔仙的黑魔法 身体羽化而登仙了 不过钥匙还是留给了我们 这把钥匙 还不是直接打开笼子的 而是打开二楼卧室里的镜子的 镜子里面是一个解密机关 解开之后 就会发现后面藏了两个骷髅 并且还会看到两姐妹的身体 是如何被缝合在一起的 两姐妹本来互相讨厌彼此 但是现在只能这么互相依存下去 而且这个双头姐妹 也是吃多他阴的 只不过这两人的药片是黄色的 两姐妹恨自己的母亲 苏某人在此做一个大胆的推测 也许是因为两姐妹的关系不好 他们的母亲 把他们送进了精神病院 然后就被用来做了缝合实验 镜子后面还有一把钥匙 这就可以打开阁楼的笼子了 救出了猫咪 现在再去找小哈哈 给小哈哈来点面包粉发酵一下 他就可以带主角离开了 并且小哈哈还给主角找回了全家福照片 还给了主角一本书 这本书是某个人的日记 讲的基本上是游戏的设定 然后游戏画风又突变成了黏土动画 接下来两人要寻找回家的路了 但是通过这座桥的时候 主角又遇到了恶魔 把桥都给弄断了 人猫都掉了下去 猫咪抓住了芙兰的手 但想想就知道没什么卵用啊 全剧中 开个玩笑 在掉下悬崖的过程中 弗兰感觉到被格雷斯阿姨一把抓住了 格雷斯阿姨安慰了主角 就让主角必须走完自己的路 然后格雷斯阿姨走了 弗兰开始哭泣 而医生出现了 让弗兰试试新药 游戏的第三章开始了 我们控制的是主角的猫 这主角怎么把衣服都给摔掉了 原来弗兰变成了周树人 现在该怎么办 猫咪也不能背着树跑啊 这个时候两个萝卜杆开着船来了 猫咪尝试和萝卜杆沟通 但是语言不通 弗兰让猫咪帮他找到钱包 钱包恰好掉在了一片荷叶上面 给萝卜杆看看弗兰的全家福照片 他们会带着弗兰上船 这个船不是贼船 而是宇宙飞船 萝卜杆把弗兰带回去 见了一下萝卜杆国王 这下终于开始说人话了 国王一通失反 弗兰的头上长出了一个种子 通过这个种子 国王可以了解到弗兰的内心 发现弗兰是一个善良的孩子 而且知道了 弗兰可以看到和别人不一样的世界 弗兰和猫咪恳求国王帮忙回家 虽然主角的父母都不在了 但是家里还有格雷斯阿姨 主角还希望有家的温暖 国王会把主角带到一扇门面前 但在此之前 主角还要去找神秘巫师变回人形 然后国王给主角口吐一个果实 主角吃了就可以听懂语言了 只是感觉这也太不卫生了吧 接着国王说要帮主角长出手脚 然后又出现了一只巨型蟑螂 把主角放到了悬崖边上 一只巨大的娃娃鱼从天上游过来 这位是医生帕朗崔斯 他把主角带到了一个天空洗浴中心 并说这里拥有全宇宙最纯净的水 纯水的颜色难道是粉色吗 可不要骗我呀 然后主角只需要泡在水里等待就可以了 顺便跟娃娃鱼聊个天 通过聊天我们知道 这个洗浴中心是法罗卡斯创造的 在这个游戏设定里有五大现实 法罗卡斯是第一大现实的国王 很久之前他和黑暗宣战 但却惨败了 于是法罗卡斯来到了这个地方 他的血液把水染成了粉色 所以水才如此纯净 弗兰也给娃娃鱼讲述了 自己掉到这个地方的经过 娃娃鱼告诉弗兰 他之所以变成树 是因为自己有强烈活下去的愿望 有时候愿望太过强烈 最终变成了现实 弗兰附身在了这个空壳身上 是为了能保存所有的记忆 弗兰能到这里来 是打开了连接两个现实之间的门 这样可能会让这个地方遭到破坏 说的弗兰感觉非常的不好意思 接着弗兰完成了自己的人形态转变 启动 超级变换形态 看我美不美 顺便还想问问自己的父母能不能复活 只不过忍住了 接着娃娃鱼把弗兰送回了国王身边 发现国王正在家里撸猫 看到主角有手有脚了 国王很开心 告诉主角神秘巫师住在烤锤姆山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城堡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的弗兰该如何从植物人变回血肉之躯 离开这个超现实的植物王国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